法国总理让卡斯泰6月16号星期三下午离开部长理事会时说 健康状况的改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 鉴于目前的情况 政府决定调整某些卫生防护措施 他宣布从周四开始取消在户外配戴口罩的规定 让卡斯泰依然建议法国人应该继续在拥挤的地方排队或市场上配戴口罩 第二个重大公告 法国从去年10月开始实施的宵禁 在8个月之后终于要彻底取消这一措施了 让卡斯泰说原计划在6月30号之前结束的宵禁措施将于周日停止 这笔计划提前了10天 但是对于医院会和体育赛事限制性措施仍然有效 总理表示自去年8月以来 从来没有想到病毒的传染率下降的这么快 每日感染病例已经低于5000的门槛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省份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 医院服务的压力大大降低 目前只有不到2000人在重症监护室住院 法国政府的目标是到8月份实现3500万民众完整接种疫苗 日前 中国确认了三名宇航员于周四上午9点22分 前往正在建设中的空间站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首个任务 负责载人飞行的航天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三名宇航员均为男性 他们将从戈壁沙漠的九泉基地起飞 乘坐由长征2号F火箭推进的神舟12号飞船 该飞船将停靠天河模块 这是目前中国空间站唯一的工作模块 作为宇航员的控制中心和驻地 天河于4月底被置于第一地球轨道 海拔350到390公里的位置 在船上 宇航员不会闲着 维护安装设备 太空行走 为即将到来的建设任务做准备 以及为接下来的机组人员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神舟12号飞船的任务 是2021年至2022年间建设空间站所需的第三次发射 飞船共计划执行4次载人任务 除了已经就位的天河 剩下的两个模块将是实验室部分 预计将于明年被送上太空 在那里将进行生物技术 医学 天文学或空间技术方面的实验 正值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任务的成功与否 关乎中国的国际声望 匈牙利议会6月15号周二 通过了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宣传同性恋的文本条款 引起维权人士的担忧 而总理维克多奥尔班领导的政府 正在加大对LGBT人群的限制 2020年12月 匈牙利当局实际上已经禁止同性伴侣收养子女 根据这项文本条款 声援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少数群体的教育计划或广告 将不再获得授权 例如可口可乐代表一对曾在2019年为LGBT发生的男性 像《老友记》这样的连续剧 或像布里奇特琼斯或比利艾略特这样的提到同性恋的电影 也可能禁止未成年人观看 非政府组织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国际特赦组织匈牙利分文会主任大卫维格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提议将进一步侮辱LGBT人群 使他们在已经不太友好的环境中受到进一步歧视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承诺 开创一个旨在维护基督教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新时代 多年来一直加强针对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立法 周一晚上 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布达佩斯街头 谴责权力的残酷政治运动 匈牙利自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 其基本权力宪章禁止任何基于性取向的歧视 在维克多奥尔班于2010年重掌政权之前 它是欧洲最进步的国家之一 在1960年代初期 同性恋在那里被合法化 同性派友之间的民事结合 在1996年得到承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日前再次敦促发达国家 特别是七国集团国家 履行向发展中国家 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强调 这对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行动目标至关重要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发达国家承诺 在2020年前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 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但十多年过去 发达国家仍迟迟未能履行这一承诺 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称 根据对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的分析 今年1到5月 美国死于枪支暴力事件的人数超过8100人 这是20年来同期最高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 美国仅上周末就有超过90人死于枪击事件 日本立宪民主党 日本共产党 国民民主党 社民党四个在野党 6月15号上午 联合向日本众议院提交了针对菅义伟内阁的不信任决议案 批评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 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 以多数票否决了该决议案 另据日本媒体1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 菅义伟内阁不支持率达到45%为新高 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的切募图尔公司一家工厂 14号发生爆炸引发大火 工厂内数十名员工撤离 目前暂物人员伤亡的报告 事发后 工厂附近家庭和企业被要求尽快疏散 切募图尔公司生产润滑油等产品 事故引发的污染状况目前没有公布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